我们今天来看两句恐怖故事之《藏起来》 这天保姆上班前告诫自己的两个孩子 要是有人来敲门的话千万不要理会 如果敲门的人自称是警察的话 一定要问清楚对方敲门的原因 如果对方是来找爸爸的就说不知道 总之就是不能打开门 万一发生了意外的话千万要记得打电话 电话号码就在冰箱上 小孩一一答应了下来 交代完保姆就放心地离开了 很快他来到上班的豪宅外 在门外等待的时候 保姆看见对面街有一个遛狗的男人 保姆友好的朝对方露出微笑 然而男人奇怪地朝他张望了两眼就离开了 保姆也没太在意进了屋 故他来的这对夫妻在45分钟后有一个派对 请他来是照看自己的女儿格雷西 以及瘫痪老爸的 夫妻俩交代他老人的家庭护士请假了 所以麻烦他每隔一个小时 就去查看一下老人的状况 交代完夫妻俩就离开了 而保姆和小女孩格雷西玩起了捉迷藏 看起来保姆和格雷西很亲近 想来保姆经常来家里照顾格雷西 之后保姆为格雷西准备晚餐 格雷西看了一会儿电视 开始玩起打火机 保姆看见了怕装意外急忙抢了过来 谁知格雷西发狂尖叫起来 保姆只好哼着小曲哄他 原来格雷西有严重的自闭症 在保姆的安抚下 格雷西很快平静下来 不久大门口响起了门铃声 保姆去开门却什么也没发现 到了晚上 保姆正在照顾老人 敲门声却再次响起 当保姆走出房门 来到大厅却看到大门敞开 一个戴着面具的红衣人走了进来 这是入室打劫呀 保姆吓得赶紧拉着格雷西 就往另一边门跑 谁知这个出口 被另一个戴面具的黄衣人堵住 保姆只好带着格雷西躲到楼上去 两个闯入室内的蒙面人 正在挑选凶器 黄衣人挑选中一把签子 随后走进了老人所在的房间 打起了老人手上金戒指的主意 红衣人则选中了一把大钳子 而与此同时 保姆在楼上的窗户外 发现了白天那个遛狗的男人 他使劲地敲打窗户 引起对方的注意 那男人也确实看见了他 不过却冷漠地转身离开了 就在保姆绝望之际 从传呼机里传来了老人遇害的声音 保姆虽然害怕 但很快镇定下来 想到了应对办法 他赶紧叫格雷西藏起来 谁知格雷西以为保姆要和他玩捉迷藏 跑出了房间 保姆追出去 却被突然冒出来的红衣人砸中 他赶紧躲进了隔壁的衣帽间 之后两个蒙面人决定分头行动 红衣人去寻找保姆 却冷不防被保姆拿着剪刀从背后偷袭 而那头的黄衣人成功找到了躲起来的格雷西 但他现在手上没有工具 于是他又回到厨房寻找工具 最终他发现了一瓶花生油和一个打火机 当他拿着工具返回时 格雷西却不见了 等待他的是躲在床底下的保姆 保姆三个大脚丫子就将他给踹晕了 解决了两个蒙面人后 保姆在脏衣楼里找到了格雷西 天真的小孩还以为保姆在和他玩游戏呢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之后警察来到了案发现场 镜头一转到了第二天 保姆已经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 电视里正在播报着保姆昨晚的英勇行为 他俨然成为了一个英雄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 入侵豪宅的两名女生和富人是同一个小区的 而且还是某精英学校的两名学生 警方对两名入侵者的日记和短信等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竟然只是为了吓唬社区的人们 以破坏平淡而单调的生活 而这么做的代价呢 就是一个当场死亡一个最终入狱 所以啊 年轻人千万不要做自以为有趣 实际上却触及法律的事情 不然最终的后果呢 只能自己承担 就在保姆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 敲门声响起 打开猫眼一看 门外站着三个穿着ICE制服的人 这是移民海关总署的人 有意思的是 面对这群人的到来 保姆的反应却如灵大敌 显然外面这群穿制服的人 在他的眼里就如歹徒一般可怕 可能国内观众不了解 但这个镜头呢 实际上很巧妙地讽刺了 当下美国的移民政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